米谷的老板给了米谷一张名片 他有意把自己的侄子刘松介绍给米谷认识 想要撮合两人 还说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 米谷碍于老板的面子只能收下 梁木泽将夏初送到医院后 自己又回了车祸现场接受调查 饶峰也到了现场 他把欲望之城和恐怖海盗的事情告诉了梁木泽 并说恐怖海盗很有可能是反社会型人格的极端恐怖分子 也很难捕捉到他的行踪 恐怖海盗牵涉桑坤和老鬼的死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口 两人正说着 饶峰的下属来报告 说老鬼的那批货已经浮出了水面 今晚就要在酒吧交易 警方和军方合作 一同在酒吧蹲守 想要抓住毒贩 田勇肖腾和梁木泽一组 在酒吧发现了可疑人员 但接近后才发现那个可疑的人只是用来转移他们注意力的幌子 真正的交易是在云山隧道进行 饶峰得知消息后赶紧让人在云山隧道附近的道路检查来往车辆 饶峰的动作晚了一步 酒吧那个转移警方注意力的人是龙一一融的 真正的交易是由卓然假装在外夜跑 把货物交给了买家 卓然交货后继续往隧道里走 发现了穿着下出衣服的梁韶雪倒在路边昏迷不醒 梁韶雪昏迷前正好看到买家开车经过 卓然认出了梁韶雪身上的衣服是下出的 便把梁韶雪送进了医院 张一驰成功给刘然做完手术 下出感谢他让自己观摩手术 张一驰提醒下出手术后患者依然有25%的机会感染 要时刻注意 但下出依然很感谢能给刘然这次机会 随后下出借萧萧的手机给梁牧泽打电话 梁牧泽挤人收队回部队的路上 下出给梁牧泽打来电话 对梁牧泽表示感谢 还说自己觉得遇到危险的时候 有梁牧泽在他身边他就特别安心 梁牧泽用的车在蓝牙街的电话 下出的话都被萧腾和田勇听到了 下出听到萧腾在一旁起哄 又羞又脑地挂断了电话 梁牧泽气得直接把田勇和萧腾扔下了车 梁牧泽的假还剩下三天 董志刚得知梁牧泽对下出有意思 还特意把自己的车借给梁牧泽开 还叮嘱梁牧泽要好好对下出 梁牧泽和董志刚聊完 田勇找到他询问梁少雪的情况 梁牧泽打电话回去问下出有没有见到梁少雪 下出还在为昨晚的事情生气 对梁牧泽很凶 结果却接到卓然的电话 才知道梁少雪昨晚晕倒在路边 是卓然把他送进了医院 梁牧泽得知情况后也赶去了医院 他知道卓然昨天在云山隧道后对他的怀疑更甚 卓然故意挑衅梁牧泽 说梁少雪身上的衣服是下出的 还是当年他和下出第一次接吻时下出穿的衣服 现在想起来还意犹未尽 梁牧泽气得打了卓然一拳 下出赶紧拉开两人 梁牧泽见下出还维护 卓然更是生气推着梁少雪就走了 卓然则说梁牧泽有暴力倾向 很不放心下出和梁牧泽住在一起 下出却有些疑惑 他怎么知道自己和梁牧泽住在一起 自己从来没有和他说过 卓然便说是迷鼓告诉他的 回家后 下出质问梁牧泽 梁牧泽到底为什么要打卓然 梁牧泽不屑于解释 梁少雪突然醒来帮梁牧泽解释了一番 下出有些不好意思 问梁牧泽刚刚梁少雪的话是不是真的 梁牧泽没有回答 直接稳住了下出 梁少雪在一旁看呆了 赶紧拿出手机拍照 梁牧泽亲完下出 直接把下出拉走去商场买新裙子 买了新裙子两人还去了游戏店玩游戏 玩累了又去吃甜品 幸福的像是一对神仙眷侣 梁少雪则在家里给梁牧泽妈妈牧敏汇报了情况 梁少雪给牧敏打完电话 便给田勇打电话报平安 还向田勇表白了 田勇的队友们在一旁偷听到梁少雪的表白 等田勇挂了电话 就忍不住一起调侃他 田勇队友们在家里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